健身女神张生活正能量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 酸性食物和碱性食物 这是真的吗 真的有酸性食物碱性食物这一说吗 吃碱性食物就一定是健康的吗 对吧 这个话题不知道 大家有接触过没有 你可能也听说过 然后因为很多人也说 很多得癌症的人到最后检查以后 身体全都是呈酸性的 也就是呈低于这个pH值7是吧 然后呈碱性的可能是高 其实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想就是 马上得到答案 其实这完全的都是bullshit 都是bs 都是一些怎么说呢 但是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它里面是有一些真实的东西 但是其实它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它是酸性食物 还是碱性食物 怎么说呢 其实你的人的身体 为了保持它正常的运作和健康 是成一个弱减性的环境 也就是pH值在7.25到7.35 大概这个范围内 范围之间 还是7.35到7.45 就是大概这么一个范围 你的身体应该保持在这个范围之内 否则的话 那你的身体就会出现 其他的健康的状况 可能不能很好的运作 也可能会有癌症的危险 都有可能 这是作为一个人来说 你的人体的酸碱性 其实是比较固定的 可以说比较固定的 然后其实大家说什么酸性体质 碱性体质也都是 是从你的血液中来测算的 你的酸还是这个碱 对吧 还是酸性还是碱性 比如有些人说 我用什么 那个湿脂 然后用这个尿液来测 然后里面成 比如说在那个keto的时候 这叫什么 就是你光吃脂肪嘛 对吧 不吃碳水 相当于低碳水 或无碳水 每日碳水小于50克的话 那么你就是属于低碳了 然后就属于keto了 是吧 这个产酮 俗称叫产酮 或者说生酮 然后用这个势脂来测 然后你的尿液 然后说什么酸性 碱性 其实这是完全是两码事 你的人体是 当你这个人体体内 你吃了很多酸性食物 或者说是 不是酸性食物 就是你消化之后 这个食物成是酸性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柠檬 你觉得是酸的 进到嘴里 其实它消化之后 代谢之后 它这个产物 其实是碱性的 柠檬对身体是好的 也是抗氧化的 对吧 所以不能说 用这个食物来说是酸性 而是你在你人体 消化了这个东西之后 它给你带来这个影响 它这个产物 它分泌到你血液里的东西 刚才已经说过了 鉴于这个人体要平衡 人体这个酸碱度 你不能超过太多 不能太酸 也不能太碱 对吧 这个时候会通过什么排除呢 那就会通过你的尿液 和其他的方式 主要是尿液来排除体外 也就当你测你尿液的时候 它会有这个酸性高 还是碱性高 这说明什么 说明你身体非常正常 你需要去排除 这些多余的酸性 来平衡这个酸碱 你要把平衡这个酸碱 把这个多余的酸 排除出去 这样你的人体的酸碱 又达到一个 很好 这个平衡的状态 这是非常正常的状态 并不是说 你这个尿液变酸了 你就是酸性体制 你这人就完了 并不是 这是完全是两码事 所以怎么说呢 又说回来 这个其实这个marketing也好 市场营销也好 或者说是 你不说资本主义了 就是市场上 社会上 大多数的广告 都要教育你去消费 去买东西 他们利用的手段 肯定是让大多数人 好理解 相信 然后就是 或者说是一种迷信也好 然后让你去 就是疯狂 去追求他这种东西 对吧 其实也是 短时间的 短暂的一种 叫什么 hypnotize 就好像你被催眠了一样 相信这个东西 觉得已经完全 也甭管是科学是真的 你就是已经是相信了 大家肯定 就是这个市场营销人员的 肯定是利用了人们这一点 然后就抓住一点 会使劲的宣传 我的碱性食物 碱性餐厅 碱性饮料 什么都是碱性的 其实这跟完全没有关系 你身体正常排出酸碱 是非常正常这个现象 而且也说到了 其实刚才为什么说 有一点是真实的在里面 其实就是说到很多种 说的是碱性食物是吧 就是你吃完之后 在你身体以后 主要是以什么为主呢 就是以这种蔬菜 还有部分的水果 蔬菜水果 其实为什么 蔬菜水果 说白了还是比较健康 水果咱们也不是说 主要是蔬菜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健康的东西 绿色 尤其是深色 绿叶菜是特别健康的 而且它大多数呢 也都是碱性的 但是像肉类的很多东西 都是酸性的食物 肉类还有蛋白质 就都是属于酸性的 对吧 所以你吃多了一些 所谓的碱性食物 你吃多了 那你自然是健康 并不是因为它是碱性食物 而是因为它里面 就有含有很多的营养物质 让你身体去健康的 所以你不能 就好像不能说 有一个例子举的挺好的 说某个地区犯罪率上升 什么表现呢 就是表现出来 很多人打电话 给这个警察打电话 对吧 打110 然后报警 所以知道犯罪率上升 那咱们怎么控制犯罪率呢 咱们就不让他们打电话 没有报警电话 也就说明没有犯罪 其实这都是完全两码事 也就是说这个 correlation doesn't mean causation 对不对 就是你的相关性 并不代表你的因果性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很多要考虑清楚 它这个相关和因果 并不是因为它的酸性碱性 而是因为它这个 你吃的这个东西 本身就是好的 那些蔬菜 就是有营养 它里面有其他的营养 跟它本身酸碱性 没关系 这是人体 另外的一套系统 所以这个也是 我经过了大量的研究 那一段时间疯狂 就想搞清楚这件事情 觉得是不行了 然后也读了很多的 这个study 很多的这种research 会讲这些东西 然后自己也做出 自己的这个总结 是吧 peer review 然后读了很多东西 突然发现 这个就是一个bullshit 所以它也不能说 完全的bullshit 肯定还是有点真实 它确实是健康的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它用的这个argument 它用的这个原因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大家不要 不用一味的 去迷信这些东西 肯定是吃蔬菜 是健康的 如果你是 更多的 你有一些便秘啊 或者其他一些 怎么说呢 就是慢性疾病也好 或者说是 这种病不是这种 acute 是吧 很紧急的这种疾病的话 那肯定是 多吃蔬菜 然后多吃健康的东西 压力不要太大 保证睡眠 运动非常重要 然后喝足水 我真的是喝水大王 我觉得没有人能比 跟我比喝水了 至少每15分钟 肯定要喝两口水 就没有水不行的那种 我觉得我一天恨不得 真的得喝三四升水 就是一点都是 不为过 吃饭前 吃饭后 然后没事就爱喝水 这怎么办呀 这也改不了 总之就是这点 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你能从这个学到一点点 如果你对这个不太了解的话 也可以去做一下调查 做一下研究 去Google百度一下 然后另外 上次说到了一个Consure 然后有一点 就是突然想起一个 突然有意思的事 然后一起想跟大家聊一下 我之前刚才说过 说这个人 可能有几个精神的阶段吧 或者说精神的层级也好 你的一个 自我意识也好 就是分四层 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在超市里头 跟这个营业员发生口角 就是在比如这个营业员 因为某个原因 然后会向你发脾气 骂你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不管是 他是因为什么 谁对谁错 都不管 有四种 四种人 或四种层级 第一种人 直接跟他对骂 破口答案 你骂我难听 我骂你更难听 看谁骂得很 看谁声音大 到最后就不说话了 甚至动粗 这个动手 对吧 这是一种人 这种人 这四种人 其实都有 这是一种人 第二种人是什么呢 你骂我 OK 但是我可能 我当面不跟你说 我直接不跟你说 这么多人 我也不想挑事 我也不想怎么着 我忍着 但是我心里难受 生气 我憋着 然后我可能找别人去说 或者把我的负面情绪 放到这个 在别人身上撒气 对不对 这也是一种人 但是他当面不给你挑衅 不给你制造这个混乱 或者制造更多的 这种负面情绪 这第二种人 第三种人是什么 你骂我 OK 好 我可能会想 我觉得这个营业员 可能平时不是这样 他可能就是 只是今天 就是会有这个情况 可能是他心情不好 是吧 所以 这个我应该是理解 每个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可能都会有出言不逊的时候 这并不是他本身的 本意 去伤害我 所以这个无所谓了 这个得过且过 得饶人处且饶人 等等 就是这些比较 替量人的一些说法 这个呢 是第三种 第三种人比较想得开 对吧 替别人找想 觉得化解一下 就没什么了 不用这件事情 可能你会想这件事情 当晚你会想一想 说一说 当然就过去了 第四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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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你骂我 好吧 这个人好像在向我表达一种情绪 这是一种情绪 一种负面情绪 我没有必要接受这种情绪 为什么呢 我知道这个人生 就是有很多的东西在里面 有正面的 有负面的 我可以有选择性的接触 对吧 我不用去 去再进入那样的一个状态之中 其实你看看 今天天气也挺好的 今天外面的天很蓝 有鸟儿在飞 然后 我能活着 真的挺好的 我能听到这些杂音 噪音 或者说是声音 说明我的 听力还可以 我也能看见 然后我现在还活着 我还有我的朋友 我还有我的家人 一切事物都是美好 都是在他应该在的地方 这个社会呢 也是一个多样性的 什么样的人都有 都是可以存在的 就是每个人 有每个人权利 我也没有权利去管别的人 但是 我 怎么说呢 就可以做到这个世界 可能也没有这方面想 总而是想着这个 其实这个世界 还是很完美和和谐的 大家都是一样 其实大家都是一个 云云正生 众生 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等等等等 诸如此类 大家明白了 这不是禅一样的吗 我觉得很少很少 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但是 肯定会有人能做到这第四层 是吧 觉得 世界很美好 就这样 然后 人家出门 卖了第二步 人家把这事儿留给忘了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 就想到这四种 四层人 真的是 怎么说呢 就是 就是非常形象 然后也非常 让人觉得 真的很有道理 然后自己到底是哪一层呢 可能有些人 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也许我今天 不跟你说这个小故事 你可能也没有想到 但是觉得挺值得反思一下 挺值得想一下的 这就是题外话了 跟大家就又 又 又说多了 好吧 然后别忘了 如果你想十周改变身材的话 就来找我 当然你是真心 下定决心 如果你还是 对自己没有信心 觉得 哎呀还很犹豫 那你就不要来找我了 这个应该不适合你 你要来找我 就著名 十周变身计划 在视频下面有我的微信 可以加我的微信 著名十周变身计划 我就能帮您在十周内 拥有您一生中最完美 最理想的身材 最性感的身材 然后也许你有婚礼 然后你等着开学 或者就等着你的新同事 然后想让他们刮目相看一下 对吧 都是可以的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你学到了更多的知识 然后也更多的关注我 comment like我的视频 然后咱们下回再见吧 拜拜 还有一个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